Kontin關機 好來 好 第四條 這個是 OK趕快發給大家 那所有的黨團都已經到現場 那麼 我們現在要繼續協商 就是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有關額內之修法等條文並按協商 那我們介紹與會的列席的相關部會的代表 法務部成政務次長 謝謝 司法院少年級家事廳 沒有來 行政院何佩山副秘書長 不是這一張 那另外呢 這個 那個 來 好來 華務部 教政署 教化輔導 輔導師 是王師長嗎 檢察師 檢察師 王師長 好 調查局 廉政處 許副處長 好 司法院 刑事廳 書廳長 好 衛生福利部 郭副師長 保護服務師 好 外交部 條約法律師 條約法律師 王公師 好 經濟部 吳副處長 交通部 如 記證 經管會 理副處長 內政部 刑事警察局 黃局長 欸 還沒有到 哈 在路上 好 那我們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並案審查 行政院司法院 含請審議 中華民國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共有46案 那麼 院會決議進戶二讀 含至委員會抽出進戶二讀的委員 包括林毅華 林毅華等二施人 擬據的相關的修正條文 總共有10案 所以我們有56案 兵案協商 有36個條 36個條文 那麼在 104年4月2日 及12日 民進黨黨團 有召集協商 有關 這幾個刑法相關的 內同案的修正的部分 那麼 經過協商 有6點的原則 有6點的原則 那麼 經過 行政院司法院 含請審議 這個條文 46案 那麼 經司法 及法治委員會 並按審查完聚 全案35條之中 除第40條 等11條條文 保留 送院會處理外 其餘24條條文 均有 均有審查結果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要徵求大家的意見 我們 沒有爭議的條文 有22條的條文 那 有爭議的條文 保留 有14個條文 總共36個條文 那我們 現在要徵求大家的意見 審查會沒有爭議的22條條文 如果 各黨團 針對這22條 哪一條有意見 可以把它拉出來 我們納入協商保留的14條條文 的部分 如果大家都覺得 經過委員會的審議 經過協商 這22條 是沒有爭議 那我們 這22條就讓他通過了 不然我們也再從一條一條來納 那這時間 恐怕一天一夜都省不完 大家有沒有意見 那沒有意見 我們就針對14條條文 那我們大家 看 幫大家準備 這個就是14條條文 今天要協商的部分 這個大本的部分 這個大本的部分 大家就 我們就依照這一本 都有嘛 都有 我們就依照這一本 來進行協商 這個有對照表 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拿到 有沒有沒有拿到的 王偉人那邊有沒有 有 好 那我們 就這麼確認 那麼 首先 第一個 我們第一條 我們要審查的是 條次第10條 那第10條 我們是不是請 請這個委員會這邊說明 第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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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會是決議不予修正 因為 有關第10條之修正 在本案進行討論 法務部對第10條有建議修正意見 好 那麼 第10條的部分 能不能請陳次長 你來說明一下第10條的部分 院長各位委員 那有關於第10條 麥克風拿 靠近一點 等一下 從現在開始 你就是主角了 所以要拿靠近一點 好來 院長各位委員 那有關於第10條的部分 院長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認為說不需要去 因為之前是有一個版本 那個 外犯罪那個本來 布袋 對 但是那後來那個版本 在第10條裡面 就沒有定 所以呢 我們認為說 要配合額捏的這個規定 何謂捏代 何謂捏 何謂捏 所以呢 我們建議是 能不能把 趙正義委員所提的 案裡面的第7項呢 我們 把零捏的定義呢 建議稱林烈澤 未以強暴脅迫 或其他違反人道之防法 對他人施以 凌辱滅帶行為 就做定義性的規定 好 大家 手上有一張 法務部 修正條文 大家看一下 手上這一張 就是 在現行條文 增加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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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項稱 林烈澤 未以強暴 脅迫 或其他 違反人道之方法 對他人施以 林烈 林烈 內帶行為 是加了這一項嘛 對不對 好 第10條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針對 好來 審委員 我想請教 因為 這個是屬於在身體法夫的部分 那 如果是屬於口頭 不斷的這樣 這樣 口頭的暴力 到最後他受不了而去自殺 或是 這個 受不了而怎麼樣 這樣 像這個算不算凌虐啊 他如果去自殺的話 那是後續的話 有沒有其他結果的問題 像譬如說啦 我舉例 我們台中最近才剛發生的一個小孩 就是被口頭暴力 這樣不斷的口頭暴力 集體這樣口頭暴力 到最後他跳樓自殺 雖然沒死也半條命喔 像這個 這個事情 像這樣算不算是凌虐的其中一種 它是屬於心靈的凌虐喔 它不是 它不是 像你這個凌虐是比較屬於 這肢體啊 或是說 說這個 身體法夫啊 那可是如果在心理層面 然後口頭上面 給他無法自容 無法自處於這個環境 到這個也是一種凌虐嗎 這個算不算可以在這裡面 我看在這個裡面 這個部分應該不在你現在立法裡面 這個 還是說在哪裡可以把它放進去 警察違反人道的方法裡面 對 我們後面有一個 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 那就是個案來看 因為沒辦法一一劣集啦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說 你說什麼 或什麼 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 要違反人道 如果單純的齁 你命我命你這兩種 那這樣子好不好 那個或其他違反人道之方法 當然這個解釋權齁 在於法官的自由認定 我們可不可以在立法的說明裡面齁 把這樣類似這種齁 在立法說明裡面也把它寫進去 而未來在法官審酌時候 他有些時候 法官我們可以 將辯護律師 可以參著過去的立法說明 這樣的話就可以把這個涵蓋在內 不用不用在這個文字上去 現在有寫了 我說在這個立法說明裡面寫 這個未來法官判決的時候 可以參著立法說明 現在已經有齁 就是說審委員 好 我瞭解審委員 是希望 是希望 包括剛才 他所屬於精神上的內帶 用說明的 有 有啊 已經有 現在有寫了 對啊現在已經有了 再第幾下 造成被害人身體上或精神上苦痛 極屬凝虐行為 譬如說 一種刻意的忽視 或者是刻意的疏離他 也都會造成這個 精神上的苦痛 對 他的立法的理由 報審委員 我們立法理由已經有這一項了 就是 對 已經有這一 他已經在說明了 有說明了 來來 陳次長 請那個施懷解釋一下 當然將來判 怎麼判 這樣的 用說明欄這樣可以嗎 來你看一下蘇廳長 主席各位委員 因為是現在才看到這個條文的內容 所以 我們 表示一下 可能的疑慮 因為在實務上 我們這樣的 立法的方式 如果是強暴脅迫 或其他方法 那通常會認為 強暴脅迫 是一個立事性 狹義性的一個規定 那後面的其他方法 是屬於補充性 比較廣義的規定 就等於強暴脅迫 是一個舉例的方式 那 就是 在 法官在審案的時候 他可能會 看到文藝的話 他會認為後面的其他方法 他的強度 可能要強到跟強暴脅迫相當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能會對這個 其他違反人道的方法的適用 會稍微的有點限縮 那 如果我們在這邊 要把他認為 是一個獨立的處罰太陽 他可以是一個獨立的處罰太陽的話 是大家的意思的話 可能要在 立法理由裡面 把他說明說 他是一個獨立的處罰的太陽 他變成是一個 就是可以跟前面的強暴跟脅迫 稍微區隔的一個 獨立的處罰太陽 這樣可能會比較清楚 那 認為 另外的理由要怎麼改嗎 或許可以 就是 學我們之前 之前在101年修286條的時候 在立法理由裡面 就其他那個部分 是有特別顯像說 是一個獨立的處罰太陽 如果 那要怎麼 怎麼樣 所謂獨立的處罰太陽 是法院能不能提供相關的條文來讓我們 讓大家來 你不能只是講 然後要別人來做 因為別人來做都會補合你的意思啊 那個 那個 報告主席 因為這個主管法規的是法務部 他們是主責機關 他們現在有檢察官在 他們應該可以寫得出來 現在只要加 加兩 那個陳辭長 我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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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寫好 那個 我們在立法理由裡面 加上說 其他方法如延遲等 其他方法如延遲等 然後 然後 這個 就是借在這個 施以人道 或以其他積極或效益 之違反成的方法 如 如以延遲等 等方法 然後 然後 其等的作為造成被害人 其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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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以延遲等方法 好吧 還有 我想 這是一個 我們的立法政策的決定 就是說 原來 趙委員的版本 他其實 並沒有把 強暴脅迫 特別拉出來 他是一個廣泛的 就是 違反人道 那 這個法務部 他們提供的 這個修正 這個動議 這個建議上是 把 強暴脅迫 放在前面 所以就會有 剛剛 蘇廷長的疑慮是說 那我們來評價 其他違反人道的方法 這個標準 這個程度 你就要跟這個 強暴脅迫 相當 所以就是說 現在我們未免 這個疑慮 第一個 我們要不要 考慮說 是不是一定要放 強暴脅迫 還是我們就直接就是說 全部的是 違反人道的方法 就可以 那如果說 大家認為 強暴脅迫 這個還是要 立事性列舉 放在前面 那當然我們就在 立法理由吧 其他違反人道方法 是一個獨立的方法 而不是要放在 跟強暴脅迫 一起來評價 我想這個是 提供大家 我們今天在做 有關於我們 定義零略的時候 我們這個範圍的 寬或者是廣 我們這個立法的政策 要怎麼去決定的 一個 可能 就是這部分 大家先考量一下 這樣子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來 周承委員 周承委員 剛剛這個司法院 他說要在立法理由裡面 去給他載明 本席是給予肯定 你這個違反人道 之凌辱虐待的方法 違反人道真的是太籠統 你像把小孩頭髮梯 跟人頭髮梯 這算不算 違反人道 你其實在這個定義上 你要給他清楚的 如果在立法理由裡面去給他 他載明 將來 法官要判定的時候 他有一個 比較 準確的 這個方法 可以去做判定 這是必要的 同時他的判定的標準 是不是能夠一致 所以這個立法理由 怎麼樣去載明 這個非常重要 好 優惟 就是說我們定在 第十條 第十條是總則 那他會 後面所有的 都是這樣的一個解釋 那剛剛司法院 提到的是說 他其實是一個 特殊的一個型態 所以他有沒有必要 在總則裡面 去歸辦他的定義 我不太知道司法院的意思是 他是剛才是針對 說明欄 這一部分 然後 他的樣態 會對未來 法官的判決 會有 來 蘇廷長來 等一下我講一下 院長我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 我們當初在協商的時候 有討論到 本來是說 林略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的是 286條 大家關注的這個點 只是說整個刑法的法典裡面 有關於林略 有三四條的條文 所以後來我們就考量說 拿到總則來規定 那剛好趙正宇委員 他也有修正 他也把林略 放在第十條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一個修法方式 來處理林略的定義 這樣 好 來 各位 綜合大家來講的 本來在 王定義有那個行法 後來 那定義 當初在想 曹理翔的時候 因為 王定義那個行法走在前面 所以曹理翔的時候 那時候 周春英委員講說 要把林略定義 一定要放在 王定義那版本 後來王定義版本 對於定義沒有修 那回到這裡來 我們一樣一樣來 好 那像這樣 像這個情況的時候 剛才省事會委員所提出一例 當然 我們到法官 沒有辦法 但是樣態很多 包括周春委員講的一樣 樣態很多 所以這樣的結果 我們希望法 能夠明確化 而且這樣法官在判的時候 的樣態 他沒有辦法遵循 那蘇聽長的意思是說 要另外一個等同於這個 傳播威脅 這樣一個 一個位置 好 那我現在回過來 我熙龍兄說 大陸講得很清楚 法務部和這個 司法院兩個人趕快 把這個所謂檔改一改 應該是怎麼樣 傳播進行下去 因為 一個要起訴 一個要判的 那我們立法 這樣 現在馬上寫一下 好 好來 請 請次長 那是不是這樣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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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 本來是強暴脅迫 是歷勢 歷勢 以其他 積極作為 或消極不作為 消極不作為 不給他吃嘛 不就是積極或消極也可以 沒有 沒有 只要說一個說 本法所稱的其他 文化人道的方法 是一個 獨立的處罰太陽就好 對啊 就剛剛我那個建議 應該是可行啊 在說明欄 這樣子啦 那個次長 你們針對 司法院的意見 趕快你 在說明欄裡面 把它做一些補充 齁 那這樣子 那這樣 然後你那個文字出來 我們再來 討論這一個 因為 那 第四條的部分 我們就依照 法務部的修正條文通過 但是在立法理由 我們請 啊 法務部跟司法院 來協商 啊 合適的條文 在 立法的理由 把它說明清楚 剛才委員 所提的意見 那個蘇聽長 好不好 蘇聽長 用立法理由可以吧 還是要 用立法理由就可以了 好 那第四條 我們就這麼處理 好 來 我們再來 看到下一頁 下一頁是 第四十條啦 第四十條 第四十條 審查會 是送院會處理 那麼 在十月十二號 黨團協商 與行政院 司法院 取得共識 不予修正 維持現行條文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沒有意見 我們就維持現行條文 就 這個大本的 你要換到第二頁啊 第四十條 有沒有 上面 左邊那裡 左邊那裡 左邊 左邊 嘿 好 那沒有意見 我們第四十條 就維持現行條文 因為 這個 這個大概 大家 對於內同 大家的共識大概 都有 一致啦 所以應該協商會比較容易啦 來 第七十七條 第七十七條 那是保留送院會處理 那總共這裡面有三個版本 一個是 徐志榮等十八人提案 那 吳智陽委員是十六人提案 那 有現行條文 這法務部你們的意見怎麼樣 報告主席 那 我們法務部認為說這一條 是不是就 不予修正啦 因為這裡面呢 關於 假釋的條件 那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那 針對 無期徒刑啊 有期徒刑的部分 還有加上其他的 更多基層疾病等等呢 弄得很複雜 反而造成 實務上呢 實際上會有困難 好 那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來請 柯委員 這個 徐志榮委員等的提案 就是關於 那個 你要不要修的問題 你建議不修嘛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 你不能回避的 弘國長今天沒來啊 77條有778條 他主張假釋要 警察官 向法官稱你令狀 這個問題是 這個我們要先討論一下 那我們現在 今天法 今天法在修嘛 對不對 今天法在修 所以這個問題 長期以來 我們都在談的 今天法這個 八十一條嘛 這件事情法 這件事情法 八十一條 聯青主義 拿二級上 送假釋委員會 暴行法務部嘛 對不對 法務部合定嘛 齁 那現在 我們這個情形 我常常在講就是說 有關於假釋的問題 每一個立法委員都會碰到 齁 因為一個人在訓 一人在關 十人在圖啦 大家 那些家中 農的有假釋問題 所以都會來問 你法委員 說欸 待會兒假釋不好 那好像有一點 變成這樣 你有人問了 就好像在關說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假釋 以前是N幾次 那我們現在已經改回收刑制了 那收刑制 那收刑制當然到 到 一般監獄的收刑比較少 到這個 外監獄的收刑比較多 齁 OK 那但是目前的問題是怎樣 是 你這個 聯運主義二級以上 那當然可以補 但是要補 要不要放 變成法務部在空在手上 那空在手上 這個叫眾所主務的案子 他都不要補 我現在整八千 整七千六千 在他講的 那這個變成失色巡堂啊 這個完全變成失色 那立委整天在搞這個東西 對 那我們立委是在監獄法務 那主客議會 那立委變碎寒 那有選民一定會問 那你呢 只能夠 我 他是不是可以放的 你只能問到這個程度而已啊 因為你們 失色巡堂 封是在你們手上嘛 那這個出名不通 那這個 那還有這個 那這個中大刑犯等等喔 沒有一個標準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 那這個坦白講 事實上講這個是違憲的 違憲的啊 你 我們曾經修一個法 就審術 隔開一天 人滿期要 要放的時候 你滿一天放的話 就違憲了 那你現在這個 七層八層五層六層 那個差是差 你年與月計算的 那黃河昌現在弄出一個說 他這樣 因為 黃河昌一直在 為這個問題在談嘛 他是講得很極致 因為一個貪污法官的問題 假釋 他就要照 叫 建議的假釋委員會 的名單公佈 啊誰同意不同意 好 要公佈 這個沒有人敢做假釋委 他都敢 被殺死 不適合 所以我們要談這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問題 今天黃河昌現在沒有來 當最後一定要保留 要表決 除非是今天的代表 他們說 他們不修正 所以我們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我是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接觸說 這個也要令狀的啊 這是你的行政作為 所以你要檢查關係申請 我等一下到法官 有辦法再處理這個 這個問題啊 所以我們應該把 在監疫行進行法 修了說 把它明確化 你現在又要改 你在監疫行進行法 81條的時候 你要改 改更嚴格 就是說 好像都控制人 沒所上 沒有一個明確規範 我說今天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應該要明確規範 就是搞 他有回憶才會通過嘛 通過你就把它放嘛 他犯罪再招回來他假釋也取消了 這樣才是一個政辦 否則天天在搞這個東西 然後你們現在進行 你們又有控制權了 因為那你現在所有 做的都是違法 農事業刑堂 包括保外交易也一樣 四步一下三步四步五步 他都不對啦 所以我們要把很多事情 清楚我認為這七條 其實八條 我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但是我們應該很誠懇 面對這個問題才對 這個來沒關係 我來好我也會讓你們講話 第七十七條 不只是第三頁 大家再翻開 第四頁 來再翻開 第五頁好 好那麼 再翻開到第六第七 都是 大概都是徐志榮委員的提案 那到第七頁 有林代華 林代華委員的提案 來剛才柯委員講的 那個樣概不一樣啦 柯委員講的是 就是 第八月的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第八月 大家看第八月 他講的是 有畫黑線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有畫黑線 就是 就是 由監獄報請檢察官 申請 法院裁定 得 許假釋出獄 剛才 柯委員 所講的問題 講完之後 我們請 時代力量黨的 表示以下意見 來 森惠委員 針對這一點 我只有贊成 親愛兒童生命 身體 而故意犯本法 這個 不得假釋 這個我很贊成 因為就是我們針對兒虐的 他其他 我想有些 真的我也贊成 就是說不予修訂 第二個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在這個假釋的部分 就如同我 我贊同柯總召所說的 這個 法務部在失色行常 我也遇到許多案例 欸 二分之一可以假釋了 他不處理 到現在已經關到 快三分之二了 到快到三分之二 也還沒有辦法假釋 那理由是什麼 角釋教育的 失資欠缺 經費欠缺 他又在花東地區 所以沒有辦法處理 也是關了二分之一 再進行角釋 像類似這種東西 這跟失色行常 沒有什麼兩樣啊 他人權在哪裡呢 可是這樣追究起來 你也沒有辦法 他確實要角釋教育啊 所以也就類似這種東西 哥們在監獄刑刑法裡面 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 他關了二分之一 之前就應該先 角釋教育你沒有做啊 等到二分之一再 角釋 角釋不過 你要把它擱置 擱置裡有一查 結果是 哎呀 這個經費不足 然後人力不足 然後那個 矯正的這些 這些什麼 心理諮商師 沒有辦法去台東花蓮 等等 這些都是 就是我所 就是那個 我認同 柯總長這種說法 也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裡面 真的要 要釐清楚 以外其他 這個有很多條文 真的定得太多太細了 是不太適合 但是針對於聶童的部分 我是贊成的 謝謝 好 請 齊擁委員 好 這一條 柯總知道也知道 我們那個 國昌之前也有提 那也講得非常清楚喔 那剛剛其實 國民黨黨團也表達說 其實我們大家都希望 有一個標準 在那邊 所以這一條 其實實在力量 是會堅持說 這個檢察官 要提出申請 由法院來做一個裁定 不要再由法務部 自己一個小組 然後就去 做這樣的一個審查 所以 這部分我們 希望把它保留到 法院會去處理 好 氣勢氣掉了 就保留 好來 我想再問一下 保護部 這裡有吳智陽的提案 就是他也是關於 就是針對 虐童案 不適用這個假釋規定 那你們剛剛的解釋是說 這樣可能會有 為什麼只有這個樣態的 不能假釋 那其他樣態的 可能會產生 比例上面的 平等的問題 那我想請教 是說 這邊有 你這邊也有寫 假釋規定裡面 累犯超過三分之二 才可以報警假釋 對不對 那如果 在虐童這件事情上面 可不可以針對 如果你們針對 出犯這個部分 認為說 他還是可以適用假釋 那累犯的可不可以不適用假釋 累犯是針對 我來跟委員報告 累犯是 那個累犯是針對 前面有犯什麼罪 就是 過程累犯要到三分之二 不要說 前面有犯罪 一樣要到三分之二 對 我說現在如果是針對 虐童的犯不得假釋 是這樣 這個是立法 你剛剛所講 這個不同 不同類型 不同犯罪類型的一個 所謂的 平等 這個原則 跟委員報告 要不要針對 個別的犯罪 做不得假釋 這是立法政策 過去呢 我們曾經 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呢 曾經對於 貪污犯 不得假釋 後來到六十年代 就認為說 這樣的話呢 他如果有千悔之意 在建議的表現也很好 那 顧慮讓他耳後 互歸社會 所以有需要讓他 不得假釋嗎 後來就把它刪掉了 現在有貪污犯也是可以假釋 當然 我知道黃國昌委員 也針對說貪污犯 到什麼程度 通通不能假釋 這個是一個立法抉擇 從各國呢 鼓勵更生 自新的方法 應該有給他有機會 那至於說 剛才講其他 到三分之二來講 是說 你前面都犯罪了 不管你犯什麼罪 你又再犯 所以呢 要給你加重處 還是給你假釋機會 但是呢 原來的二分之一 就要偵查到三分之二 是這立法政策 做一種調解 你的意思說 如果今天我們要 如果大家有共識 說好 我針對虐童的 累犯的 同樣是虐童累犯 所以第一次虐童案 他或許假釋了 第二次又虐童 那我不給你假釋 這樣可以嗎 這個立法政策上 如果行程是可以 共識是可以 如果有共識 那看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 這樣有沒有必要 針對個案來講 還是通案處理 我們尊重委員的意見 這一個77條 等一下 77條 因為 時代力量黨團 針對 針對 剛才所講的那個議題 他們覺得 就是堅持 原有的條文 所以我們 這一條 就保留院會 大家再來處理 因為我們大概 都會圍繞的 同樣的問題 在處理 所以77條 就保留 我們進入78條 來 那78條 也是這樣子 都是檢察官 申請法院 裁定 撤銷其 假釋 我想這個應該保留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那現在是83條 83條 那個 法務部的意見呢 這是有王定宇的提案 83條 這個本來是對於追溯前的這個 時間的問題 那我們認為說 現行的規定呢 應該也是足夠了 不需要再做特別的這個處理 我們是建議說 這條是不是不宜修正 好 第83條在第10頁 一個是王定宇委員的提案 是王定宇委員的提案 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不宜修正 贊成 好 我們就不宜修正 好 現在進入第 第271條之一 第271條之一 喔 那個 次長 那個 你們這邊的意見怎麼樣 死刑 這是兩個人所要求的 他的意見書裡面有提到 所以呢 我們 本來在法院裡面 如果是共同殺人 就是殺人罪嘛 如果共同殺人罪 是不是一定要在這裡 對未滿12歲的部分呢 特別一定要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增加死刑的類型 如果說 他本來是殺人罪 法官本來就可以判 那這裡的話 有沒有必要加重說 死刑或無期徒刑 而沒有包括十年以上 因為這個 犯罪太陽有很多種 是不是說 又回歸到 277條 一般的死刑罪來做處理 這個 好 來 周辰委員 再來周委員 再來沈委員 這一條 陳怡婕委員他有提案 因為這個 對於 涅童的這個議題 都是 大家非常關注 也是親民黨黨非常關注的問題 所以要解 為了要解決內統的問題 也是為了要保護兒童 免於暴力行為的傷害 所以 我們增定了 隨機 隨機殺不特定人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如果是殺未滿12歲的 是處死刑 這個議題是希望能夠透過增加 對殺人型態的這個區隔 來給予嚴懲 這是為了避免 隨機無差別殺人的事件 以及殺害兒童這些類型的 漢似再度來發生 所以 我們是堅持要有死刑的 好 那其他黨團 來 周委員 謝謝院長 那剛剛法務部 我們現在討論的兩百七十一條之一 主要就是針對大家的重點就是關注兒童 就是如果是殺害兒童的話 大家希望把刑度加高 那剛剛法務部也講過就是 這個兩公約還有這個我們應該就是平等的處理 那這邊我補充一個意見 在我們的兒童少年權益福利保障法 兒少法裡面其實就有針對 如果你的被害人是兒童的話 我們就會加重其刑到二分之一 所以事實上現行的法規範是完備的 我做這個部分的補充 好 是不是 那 那要保留 來 各黨團 好來 請審委員 這個我們還是也是主張 對於未滿十二歲以下的人 來 那個就殺害未滿十二歲的人 應該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我覺得這兩公約並不是代表台灣 就一定要遵守兩公約 這個兩公約 那那個 對啊對啊對啊 我現在就說在這個部分 對於未滿十二歲的人 就像小燈泡這個 就是他的生命是無價的 然後讓人家隨機殺人 就把他殺掉了 最後卻用精杖來逃避他一死 這是人神共憤的事情 而且這種殺害小孩子 十二歲以下的小孩子是 這個毫無容忍的機會 我們是覺得是零容忍 所以我們主張對於隨機殺 不特定之人者處死刑或無其徒刑 對未滿十二歲 殺未滿十二歲人者處死刑 這是我想在表達我們的態度 跟我們的想法 所以對陳怡傑委員的這個提案 我們非常支持 對王毅民委員 我們也提案 我們也非常支持 謝謝 好 那這一條就保留了 好不好 因為這個大家有一些不同意見 來 第272條之一 是習志榮委員的 也是死刑跟無期徒刑 那這個要不要 蛤 他 他是其實跟剛剛的條文的 規範的內容一樣 只是他放的條次不一樣 那這樣子我們就 併案保留 併案保留 這個整理就併案保留 好 應該處理一條就好了 處理一條 處理271就好了 272不處理 好 那 那我們 27 內容不一樣 內容不太一樣 差不多啦 他是第277條之一 殺害未滿十二次 他是真的前條嘛 前條如果有過 過了就 當然就過了 當然就是死刑跟無期徒刑 沒有過也沒有意義了 所以272之一 我們就測案啦 這個沒有意義啦 測案 272測案啦 272 272 就不以爭略啦 不以爭略啦 272不以爭略 還是272之一不以爭略 272之一 不以爭略 不以爭略 好 那 276 276 要不要說明一下 市長 好主席各位 276的部分呢 行政院跟市晚院板 裡面呢是把 原來第二項裡面的 從事業務過失 這個部分呢 把它刪掉 那我們說 不管一般過失 就是普通過失 或業務過失 我們一定提高到 五年以下的圖刑 以單一的方式來處理 那 避免說有的是 非業務過失 但是又判得過輕 這個是不是用單一的 建議能不能按照 院板 行政院跟市晚院板 這個是不是當年那個 做了好幾條都是用這個原則下去修 那幾條 來 大家表示意見 來 來 周委員 這部分我再補充 就是說 276條 我們在 實務上的適用 就是車禍的案件 被用過失致死 那我們以前沒有修 目前的條文是在兩年以下 所以 就於跟一些比較危險的駕駛的太陽上面 我們若處兩年以下的圖刑 顯然跟現在社會的想法跟期待 還有我們要規範的一直不一樣 所以現在法務部這個修法兩院的會顯板的這個方向就是 把這個行度拉高 到五年 對五年 那不用再去區分是不是業務 那有一個裁量的空間 就是來判斷你的駕駛行為的危險程度到哪裡 所以這樣的一個修法方向是應該要支持 而且應該要趕快來做的 好就是行度提高 而且罰金也提高到五十萬啦 本來是三千還有兩千嘛 現在現行的條文 是兩千元以下罰金 現在已經提高到五十萬啦 所以 我們能不能就依照行政院跟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大家有沒有意見 他這個齁 那可能是當時齁 那個八仙粉塵報的事件的這個提案修法 那 所以他才會有因事業活動啦 那 一般是因事業是業務啦 那活動就是上次八仙粉塵報事件 那這個事件的判刑要到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是你把它變成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這就是在司法的良行上 可是八仙的粉塵報事情 事實也造成有四百多人受傷 那個受傷是終身受害 那一輩子都是很慘的 所以 對於這種事情 我們是不是要這樣輕輕放過 而讓這些人不自由所警惕 這是當時立法的旨意啊 對但是 陳委員 這個一例的話 就不是八仙塵報的樣態了喔 廠商事業場所 包括辦任何活動喔 都會適用喔 那這個就很麻煩喔 你如果是 單止這個 八仙樂園的塵報單向還好 那未來的活動樣態 包括你辦一個園遊會啦 這一類的喔 那這個都 變成規範在內 這個範圍就非常非常之大喔 所以要小心喔 阿院長那個 對那個五十萬罰金喔 為什麼 可不可以請他們解釋 為什麼 那個刑期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喔 他罰金只有訂五十萬 是 過去是訂兩千跟三千而已啦 現在要來說明一下 來 周承你先講再請城市長回應 因為這一條喔 這一條我看一下還有幾點正義的地方喔 第一點是 是不是能夠刪 是不是能夠把那個 業務過失致死 這個規定喔 刪除喔 第二點是行度要怎麼去做調整 第三點是 罰金要如何做調整啊 這三個部分喔 是不是大家能夠取得一個共識啦 如果有共識就 就很好啊 如果沒有共識 我想這個不能夠輕易就這樣放過 他現在就 過失致人 就是包括業務了啊 過失致人 那行度 也把它提高到 從兩年提高到五年了 那罰金也大概從三千兩千 提高到五十萬了 就看到大家有沒有共識啊 對啊所以問大家的意見 這個喔 市長 從幾個版本來對照啦 市法院法務部的 就不分什麼業務過失 就只有一種而已嘛 然後行度提高嘛 那在市法委員的版本是 沒有去改這部分 他只增加所謂八千粉塵報的部分 他沒有特別只八千塵報 沒有這差不多是 剛才的說是這樣 我比較少是這個 那些人說要十三個都算了 他要三個人以上 他很奇怪嘛 要十三個以上他也算了 這個法律沒有這樣的搞法 我這樣啊 我們先來決定啦 我們是 我們黨團是贊成 市法院法務部的案子 對啦 那市法委員他只能修那個也是 很奇怪 這樣子啦 我們 他修他又沒有修到 如果國民黨黨團 大家都有共識 我們就依照行政院 市法院的提案 行度提高 罰款提高了嘛 而且 從兩千三千 提高到五十萬 也是非常巨額了喔 那 從兩年 提高到五年 這也是非常 所以我們就 兩百七十六條 照行政院及 司法院的提案通過啦 好 謝謝大家喔 兩百七十八條 是身為您的提案啦 那 這個要不要請您 說明一下 來說明一下 就是對於這個 虐童事實上是 人神共憤 而且民間大家都 普遍共識是 虐童致死是 人神共憤 而且是 容忍 就是說 把他除以 對於兒童 十二歲以下的兒童 虐殺致死的話 就是 無期徒刑或死刑 就是 就是 所以這個還是保留啦 這個大概跟二七一的意思是一樣啦 我們這個保留啦 好來 周緣 謝謝院長 我跟院長說明一下 這個 審制會委員他的提案 他其實關注的 也是在虐童啦 所以其實說 現在他的 前提是 第一個是 你是用零虐的方式 造成死亡的結果 還是你用重傷的故意 重傷的方式 就是造成死亡的結果 那在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跟省委員溝通說 其實他關注的是虐童 是不是我們就把這些相關的條文拿到兩百八十六條一起處理 而不是用重傷或者是 保留就好了 所以您的意思呢 因為 隨委員他就是說 現在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條文我們保留 就是大家對於 凌虐這個條文 凌虐兒童的這個條文 到底要放在二八六 還是二七八 還是其他的條文 大家沒有共識啦 但其實大家的爭點都是在於兩百八十六條 所以看是不是可以協商說 這些條文我們都放到兩百八十六條來處理 這樣 好 這個省委員可不可以 跟兩百八十六嘛 齁 齁 好 那二十 兩百七十八 我們先保留啦 齁 那四 討論到兩百八十六 我們再一併處理齁 齁 好來 再來 兩百八十之一 兩百八十之一 一樣啦 到後面才會注意喔 也是要保留到兩百八十六一併討論 好 兩百八十之一 先保留至兩百八十六條 兩百八十四 兩百八十四 我們能不能 依行政院跟市法院的提案通過 有沒有意見 好 那兩百八十四 我們就依行政院 來 你說明一下 因為沒有 我們委員沒有提案嘛 來 說明一下趕快 陳次長 那個針對兩百八十 普通過市 上海六個月以下的圖刑 就是提高刑責啦 提高刑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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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改一年啦 然後 五百元變三十萬啦 過市上海 過市上海 普通上海 上海啦 齁 應該三十萬如果只是 三十萬 他本來是 五百啦 還是兩千以下啦 現在改三十萬 那刑責處三年以下 齁 比較重上是三年 慶商是一年 刑度都有提高啦 好 那我問一下院長 請教他們一下 這跟那個車禍也沒關係啊 有關係啊 有啊 這個就是有關係的啊 車禍過市至死啊 也是這樣子啊 過市傷害 好 院長 因為我們今天對於刑罰的 討論的加重的方向 我想 這都是社會的共識 對 基本上我也都支持喔 特別在兒虐犯罪的 犯罪人的刑事責任上面喔 不過因為我一直跟我們相關部會 也要一個資訊一直要不到 因為兒虐的修法 兒少保護的修法 我相信都是社會 大家希望看到我們修法 加重這個 這個部分很重要 那106年開始喔 我們唐內講說 我們的兒虐事件有減少 但是我看到的數據 是家內的兒虐的數據 在家外面的兒虐數據 這個數據我要了很久 各單位都一直沒有給我 這是第一個我要提醒的 因為我要確實 我們未來修法完成之後 我還是希望看到 不管是家內家外 有沒有因為我們這次修法的完成 而達到一些嚇阻 包括因為裡面還有一些 非常宣傳的輔導教育 有沒有完成 有沒有達到這樣子的作用 這是第一點 那另外我們今天條文的結構 其實分成兩大內 一個就是構成 一個是構成的要件 跟法律的效果 那所謂在 所謂在法律的條文結構裡面 的構成要件 就是未來透過我們今天討論 修完法之後 我們能不能真的規範到 或 處罰到 規範到我們要 我們應該處分的對象 所以 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部分可能要獲得 我們司法院的相關的專業協助 我希望 最後訂出來的條 相關的條文 我們檢察官跟法官 有沒有辦法去適用 我們期待的個案的情形 所以 那個構成的要件 是必須是要很清楚的 不要有任何模糊的空間 不然我擔心說 我們條文訂了之後 後面規範不到 有問題 我們最後又 又 又 又讓他跑掉 這個就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這是我第一點要強調的 第二點就是說 舉證的困難點 就是法律的效果 我今天早上在社福文文會 我特別提到 就是 資料 錄影的 保存期限 必須要夠長 如果不夠長 因為很多家長 很多我們要去回顧 可是 如果 資料 包括那些錄影帶影片 已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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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被遺失或者是毀滅的話 那時候在法律的 我們在法律舉證上 會不會造成 沒有辦法舉證上的困難 所以這一點 可能也是我們後面在修法討論的時候 我覺得 可能在 法務部這邊 司法單位這邊 要提供給我們的部分 怎麼樣去 在執法的定義上更清楚 否則的話 我擔心說 我們到時候舉證的困難 在法律的效果上面 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目的在 那最後一點 30秒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刑罰的加重的部分 我在兒少法修法的時候 我有提出來 有關於第112條之一 要求每一會兒虐加害人 應該接受保護管束 這個是我新加進來的概念 因為如果沒有接受保護管束的話 它會再跑掉 這個不是在兒少法裡面 在兒少法裡面 社會安全網要網住的 這是我要再次強調 李委員的發源 我們就請法務部 好好的來做一個思考 他要的資料 能夠提供就要盡量提供 好不好 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看到 加內跟加外一個數字 跟委員報告一下 資料我們會提供 那這裡我這裡手邊就有一個資料 是有降低 你的資料是102只有做加內 沒有做加外 提最新的資料給委員 大家都以為說我們兒戀事件有減少 事實上我們現在拿到數字是加內 加外面的我們沒有算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這個這個數據是 兒童受虐的數字其實非常非常高 好不好謝謝 我講一下 好來請客委員 現在是這樣啦 那一條一條來齁 那你剛才講到是耳內的286的部分 我們今天是有兩部分 那當然今天我們談的齁 談的是什麼 都是殺人傷害 妨礙秘密以及牽導 這些的過程要將明確化 那你講的是沒有錯 法定型要合 法定型要 正行法定原則要符合 然後法定要提高 我們今天這是 兒列以外的就是要談這一部分 那至於286 我們在286專門談 我們要挑一挑 沒辦法處理這樣好不好 來 那現在進入286 大概這一個條文 只要大家討論有共識之後 大概我們這個刑法的修正案 大概就會告一段落 因為後面兩條審查會都有相關的結論 來 286 我們 法務部要不要說明一下 針對每一個條文 你在說明的過程 我們280之一 包括 278 這三條是一併在286討論的範疇之內 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一併討論 主席各位委員 這個部分的細節部分 我們請王市長來做說明 來 市長來請 主席各位委員 大家好 那我說明一下這個 兩院版的這個286的修正草案 那這個條文 我們最主要就是 把原本 把原本的這個 第一項的這個行度 我們有提高一個上限 就是必須是在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 的這樣一個情形 就是等於把行度 有加一個樓地板 至少你要判到六個月以上 那這個部分 是 單純就是 對於這個未滿16歲的人 有 凌虐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以至於造成他的身心健全 或者發育有影響 那麼 另外呢 這個 第二項 是意圖盈利的部分 也是同樣的把行度提高 把它從原本的這個 原本的這個五年以上 第二項我們 第二項沒有修正 那那個 另外在第三項的部分 是因為過去的條文 他沒有這個 因為凌虐這個 致人於死 或致人於傷 致人於重傷 這樣的一個結果加重犯的規定 那這一次 特別就是針對 凌虐 如果有這個 造成的致人於死 或致人於傷 這個結果加重犯 我們 特別來做一個 呃 增列的規定 那犯第一項的 結果加重犯 致死的 是可以處到 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致重傷的是 處五年以上 十二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 那麼 第四項的 他是針對那個第二項 也就是 意圖盈利 他除了 凌虐 凌虐 造成這個 有身心 健康 健全發展 有妨害的這種 情況之外呢 他有這個 意圖盈利的這樣一個情節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情形 他 有致人於死 或致人於重傷 那有 這個 第四項的加重 也是可以 處 無期徒刑 或十二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致重傷的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說明 好來 那麼 針對 二八六 他牽扯到的有 二七八 二七八的一個修正案 還有 二八零之一 的一個修正 提出所提的一個提案 那現在請大家 表示意見 是要 來 周城委員 這一條 請問黨有提案 這裡面有增加了這個犯罪的太陽 將施餘多次傷害 把他明文規定到條文裡面來 也將他的行度提高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另外就是增定對於 念同致死者處死刑無期徒刑 或者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如果是致重傷者是處五年以上到十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針對意圖營利而虐童致死的是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二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如果是致重傷者是處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這樣的修正是希望透過提高處罰的行度 對這些施虐者達到嚇阻的效果 來保護兒童免移不趟施暴 但是我們彙整的這個所有的條文 目前還是有一些爭點 首先是到底應該要將二八六這個條文中所保護的對象 維持現行條文中的未滿十六歲呢 還是要提高被保護對象到未滿十八歲 所以親民黨團是認為說十六到十八歲的這些人 自我保護的能力跟十六歲以下的孩童是有明顯的差異性的 而且許多造成輿論化然的這些內同案件 被害人的年齡也都是在十六歲以下 所以關於這個部分我親民黨團是建議說 維持原條文中被保護對象是十六歲以下 還有一點就是說靈內的定義對靈內的定義來說 到底應該要如何去做定義 他的過程要件又是什麼 會不會在實務執行的時候 因為靈內的定義在認定上的困難 而使這個二八六成為難以被實際應用的條文 還有眾多的委員 有很多委員所提出來的版本 也都是以高度提高處罰行動 來作為修法的方向 所以親民黨團表示認同 也是給予支持啦 但是對於內同的絕對不能夠姑息 要加重他的行動 才能夠有效的 喝止內同的行為來發生 同時也希望今天透過這樣的協商 能夠盡快的把這個法來通過 來保護這個兒童的身心健康 讓他們免疫暴力的行為的傷害 好 現在請慈勇委員 再請啟程委員 好 這邊實在一樣也有一個提案 那我們這邊的差異主要是在這個保護的課題 從這個16歲修正為18歲以下 那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 他現在保護的對象是18歲以下為對象 那因為我們已經透過制定兒童權力公約施行法 予以內國法化 所以這個保護的對象我們認為應該要提高到18歲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像兒少法的第112條 也有規定說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那刑法跟兒少法的保護對象如果不一致的話 其實未來適用上面可能會有所爭議 所以這個年齡的部分我們希望把它修正為18歲以下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再來行路的部分 主要的跟這個兩院版本的差異在於這個樓地版 剛剛報告的樓地版的部分 之前講到你們是訂6個月 那實在上這邊希望以一年為樓地版 那7年以下 那再來另外的部分的話 是在意圖盈利的部分 我們認為300萬的罰金需要提高 所以我們這邊是提高到500萬的罰金 那以家中結果犯的部分 我們也認為這個行度應該要增加 所以我們其實在行路上面跟法務部大致上面是一致的 那所以我們的修正的重點大概是以上 那也希望各位委員能夠支持 那18歲我想應該沒有什麼爭議 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就支持 那行路的部分我們可能就看各黨團的一個意見 那如果最後沒有共識我們希望可以保留黨委會 好江委員再來申委員 這個額內的行度大家幾乎都有一個想法就是希望可以加重 那其實如果其他的這種犯罪行度的裁量都可以到死刑的話 那其實這個最高的行度你給他有死刑的空間 也才能夠讓法官在量刑的時候 因為每個個案差很大 女兒的個案樣態很多 而且也不是只有這個生理的傷害 有時候是有心理的傷害 特別是對這些未成年的兒少來講 所以本席還有我們很多其他委員所提的都有在這部分 特別認為加重應該放寬到死刑這樣子的一個量刑空間 第二個就是說 18歲這件事情 我的提案 還有一些委員的提案 也是希望說把它放寬到18歲 因為我們自己的兒少法 我們自己的兒童及少年福利權益保障法的規定 18歲以下是兒童及少年 要不然我們就修法 把兒少法也改為16歲 否則這個我們法律之間對於兒少的定義 如果都不一樣的時候這是衝突的 我們自己的法還不是跟國外的法 自己的國內法都衝突的話 那是有問題的 所以兒少法裡面的定義就是18歲以下為兒童及少年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主張應該一致就是改用18歲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這邊有徵定就是說 對於未滿18歲之人依法令契約應該服養、養育或保護 而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輔助、養育或保護 犯本條之罪者加重其行到二分之一 這個主要就是針對未滿18歲 依照法令或契約有照顧義務的人 他不但沒有去照顧他 他反過來去侵害這些應該受照顧的兒少 那這部分我們認為應該要加重其行 那以上是幾點我們提出來 這個希望能夠有大家的支持 好,請沈委員 好,謝謝 我想在這裡有幾個關鍵點 一個就是假精帳的問題 我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這個法務部的列席代表也說過 在精帳部分 因為我們國內審查 這個精帳的認定標準是不一的 所以很多殺人犯最後能夠逃過一死 都是用精帳來做一個逃避一死的一個方式 包含小燈泡那個殺人者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未來是不是在這個 也是用用我想不適合精帳的認定不適合用法律 是不是還是說我們有什麼方法 就對精帳的認定標準上面應該有一致性的 而且比較嚴格一點 這可能還跟衛福部大家來商量 不是說要殺人人事前去整密的規劃 去看幾次精神科醫生 然後在殺人之後 就拿了幾次精神科這個病例資料 就說他是有精帳來證明他是精帳 就可以因此逃過一死 這是第一個 我想這非常重要 在這個立法裡面 我們希望能夠有這個附加價值 第二個我們對於這個殺人者 尤其對這個手無搏擊之一的孩童 尤其是幼兒12歲以下幼兒殺人者 一定是要出於死刑 這是我們很堅持的 那其實呢這個條文裡面又涉及到 到底對兒少是應該是不是18歲16歲 還是只是針對兒童12歲部分 殺死虐死的部分要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我想這裡我是沒有意見 但是我的提案我是12歲 對12歲兒童定義在12歲 那至於要把青少年放進來 我也不反對 為什麼我要放入死刑 就是這跟兩公約無關 我們如果沒有把這個刑度提高最高到死刑 法官無法具以量刑 很多人都說你很多法官要具以量刑 你在法條裡面沒有列入死刑是無法 他在這個方面他怎麼判也判不下去了 那我再次強調對於虐兒是零容忍 所以我們在這條條文裡面也期待 我們朝野能夠達成共識 讓台灣是一個保護兒童的一個國家 而不是讓世界各國看我們兒童的兒虐 是每年都有每個月都有 都虐兒之死 這是對國家的形象也是很大影響 對我們一個和諧社會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好來請客委員 綜合請大家的意見 那事實上這次修法裡面有關於286總共五十幾個版本 那五十幾個版本我們一一來看待 就是第一個包括洪志龍所講的 包括每一個人所講的 本黨黨團成員裡面都有 因為大家都 黨團成員裡面都有 但是他行政版本是不大一樣 有不大一樣的部分 所以大家 那這個修制當然 勾起手沒有在增加而內的部分 重傷致死以前沒有了 那第一個從年齡十八歲以下 十八歲 十六到十八嘛 那新法上有十四十六十八動物 這個可以討論 好像這個 那個 政治點可能會比較少一點 接下去當然 最行動 是 十一到七 是六 六到五 等等 這每一個 八十六樣我們黨團成員都有 各種樣態都有 那這代表什麼 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視 那當然這是增加支持 很重傷 他 大家都加重了 但是呢 我們現在面對一個就是死刑的問題嘛 大概這個地方可能比較難共識 所以我認為這個 各黨回去 那麼有版本出來 假如沒有辦法一次的話 就 因為回來處理 這樣子啦 我們 針對 兩百八十六條 最 爭議性的應該是 死刑 死刑的部分 那 我們也可以有幾個共識 十六歲 改成十八歲 這一點 法務部有沒有什麼意見 法務部不堅持啦 法務部不堅持啦 因為 最主要是CRC 兒童全力工業是到十八歲 好 那我們 十六歲就改十八歲 這個大家沒有爭議啦 那 行度 這個每一個版本的行度都不一樣啦 那樓地版 法務部是 六個月以上啦 那 是傷害啦 是傷害 不是啦 身心健康的部分 就是施以臨內或以他法 足以妨礙其身心是 健全 或發育者 除 六個月以上 五年以下 這個 時代量是 覺得應該一年啦 他是覺得應該一年 這一點大家覺得怎麼樣 樓地版是一年啦 事實時代量 不是啦 那剩下 剩下的條文 各自要去陳述啦 要不要死刑 那個比較重的啦 這個 這個就沒有辦法 我看就沒有辦法有共識啦 那 基本上十八歲這個沒有問題啦 大家的條文回去 擬定啦 但是死刑這個是 每一個黨團 後續有不同的看法啦 我們不曉 整理版本啦 但我們希望喔 我們希望各黨團明天處理這個案子 黨團只有一個版本啦 啊不然每一個版本要表決那是非常困難啦 一個黨團一個版本啦 好不好 好 下位 那個我再請教 因為剛剛 那個法務部 你們針對喔 這邊有提啊 增訂第五項這個喔 就是依法令或契約有照顧義務者 反而對受照顧施虐應該加重其刑 這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這個除了說法律義務上面你應該照顧他的人 還有依契約的 依契約可能就是包括有一些在什麼 照養機構的啊 一些可能是 幼兒托育啊這些等等的 你今天把孩子送到這一些 托嬰啊 托養啊或幼兒教育的地方 他明顯是應該 契約上他應該照顧他的 結果他沒有依契約去照顧他 反過來去施虐他的 這是最近最常發生的 這是最近最常發生的 在家裡面的虐兒是一種 這種可能施暴者有可能是 親戚家人父母 但是你今天把小孩子送去脫養照顧的 這是依契約上有關係的 那結果 他被 可能被用虐待的方式來對待 那這個部分 我這邊是認為應該要加重情形的 那這部分法務部並沒有給我們解釋 這個市長要不要針對 營利的部分 是 院長還有各位委員 以上 這個我們委員 江啟成委員等二十人的版本 那麼 它裡面有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 以法令契約 對於福祉養育而保護 而不為其生存所必要的福祉養育或保護 犯本條之罪加重其情二分之一 然後 在時代力量黨團的版本裡面 也是有同樣類似的 是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之人 對未滿十八歲之人犯前條之罪的加重其情二分之一 對 那它這主要所強調的就是說 它依法律 它附有某種特別的照顧的義務 那它是認為是說 這些附有特別照顧義務的人 那跟這個兒童啊 少年等 就是 我們的這個要保護的對象 他們平常接觸的時間比較多 那在法律上 那它又有 要特別要照顧保護他們的義務 所以呢認為 如果他們對這些兒童 來犯罪的話 要加重其情 他們的一個 立法的一個觀點是這樣 那這樣的一個立法的觀點 當然它是有參考國外的立法力 像德國的立法力 對 那但是就 但是就我國目前現在條穩的這個設計 實際上我們是不分 那我們這不分的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已經把這些原本 有富有保護照顧義務之人 都已經涵蓋在裡面了 而且我們的行度也夠了 那就是讓法官 他試這個個案的情節 他來這個量刑的時候 來考量來試用 就法官可以對於說 你有這種特別保護照顧義務的人 他可以在量刑的時候 可以特別加重 那另外 我們目前 目前我們相關的規定 我們認為是已經足夠 來他的一個保護的一個情況 以上說明 這一條在286-1就有討論到 應該併在一起來看待 286-1 25月 286-1 我可以講一下 來 請 因為已經討論到 我就也 也 對也再直接講一下 因為我們的是在286-1 那如果說 要把它併到286的最後一項 其實我們也可以接受 但是 因為法務部他 不太支持這個方向 但是我還是要表達一下 時代電影的立場 因為其實協商之前 其實都有提過 我們剛剛還是希望說 我們能夠明確的把它 放到法條裡面來 我想這對於整個社會的一個宣誓的效果 也足夠 因為其實大家父母現在都非常的擔心 大家都會覺得說 不管是父母是實際照顧人 或是把他送到所謂這些機構去的時候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些父母能夠更安心 所以在法條上面 我覺得 把它放進來並沒有什麼不妥 那 在 實際上面 我們也希望說 真的照顧之人 有這樣權利 跟義務之人 他應該要 有更重的一個責任 去負起這樣的一個責任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堅持那個286-1的這個精神 那 放在286-1或是放到286的最後一項 我們都可以接受 來那個 講一下 我一直在談齁 現在談286或是286-1齁 行路上不一樣 我要強調一個 這不是實在一樣獨創的 每一黨黨版都有 每一黨團的版本都有 但是 行政的案子是沒有 齁 那 加重2分之1裡面也有實在一樣 也有本黨中嘉賓 也有邱志偉 國民黨也有 聯義法 你是放在286嗎 那這個 這個大家回去討論一下 這樣子啦 齁 這樣子啦齁 286-1 它是 剛才 江偉 講的 加重其一型至2分之1啦 齁 你是在286提出來 但是 時代力量 還有 呃 民進黨黨團 還有其他的委員 包括 國民黨黨團的委員 都個別委員啦 也都有 個別在286-1 有這樣的一個條文啦齁 那 如果 大家的共識是286-1要加重2分之1 也可以 在286一起處理啦 這個也不違背啦齁 現在 就是大家要 要考慮 的幾點就是 要不要死刑 然後要不要加重2分之1 這個黨團回去要想啦 好 要做提案啦 齁 因為現在在這裡 恐怕大家沒有辦法處理這個條文啦齁 齁 所以我建議齁齁 我建議 齁 齁 齁 包括剛才 神智慧委員的齁 呃 齁 第 278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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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這邊 就可以來處理 所以 如果可以 在278 我們就 我們278還是給他單獨保留啦 好不好 單獨保留 如果最後納再納啦 要按納歸納嘛 本來是神委員同意 在286 縮這會 啊 278就 維持原條文啦 就依照 齁 然後 就不以修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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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278 他的精神就是在286 一併 由各黨團提出來嘛 做處理啦 啊不然還是重複嘛 齁 沒有意義啦齁 所以 278是不是 不以修正啦齁 那 增定280之一 增定280之一 也是不以修正啦齁 不以增定啦齁 不以增定 因為剛才 齁 這個就不以增定啦齁 那麼 286 我們保留啦 保留啊 然後請各黨團 就是針對 這個條文就可以了 死刑 要不要增加二分之一 齁 這個各黨團 就提出意見啦 就包括 286之一啦 就併入一個條文就好啦 這可以處理啦 對啊 那這裡面 286的18歲 這個大家沒有意見啦 齁 這個齁 大家各黨團就 自然提出啦 18歲以下就 齁 因為這個 不管是 從 蛤 齁 好不好 蛤 所以278 差不多 兩元 提案 所以我剛才就講說 278 就照願版嘛 照願版啦 欸 主席我們286之一 可不可以先留 怎麼回去確認一下 286是不是保留啊 286之一啦 對啊 你們在286裡面就可以了 在增加一箱就可以了 就提一個兩份 對啊 你只要在286 你提到裡面去併一條 做提案就可以啊 對 好 可以 好 那我重新再跟黨團報告喔 278的部分 我們照行政院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那省之會委員 278 278 要讓省委員又 他 我先講啊如果 他離期以前有說他 他希望他表決他的278 好 那278我們就保留啦 沒有關係 278就保留啦 那 280之一 就不予增定啦 他 就不予增定 因為他也是加重其行至二分之一的啦 其實他應該是併入 286一併來處理 那 286之一的部分 包括各黨團 各黨委員 提案都併入286啦 要不要加重其行二分之一啦 那 那省之會委員的死刑是單獨他要提出來 表決嘛 那就保留嘛 好 好 這樣很清楚啦 非常清楚啦 278 就是 保留啦 278保留 278保留 然後 然後 280之一 喔 就不予增定 但 併入286 一併處理啦 好 齁 那28是通過 286 齁 之一 也是併入286 一併處理啦 對 這樣子啦 齁 那是保留286啦 齁 278 282 好 那現在 就剩下最後一條 287 287 最後一頁 好 大家看最後一頁 那最後一頁的話 審查會是有審查結果是照行政院 司法院的提案通過 這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意見 沒有不同提案的 好 其他沒有人的 有提案啦 那我們 287就照審查會審查的結果 照行政院司法院的提案通過啦 好 對啦 那我們就 287就照審查會的審查結果通過啦 好 好 那 大家回來看 第十條的 立法理由 有分給大家了 對 來 大哥要不要說明一下 市長 那 主席 各位 那我們是改在說明欄的第三項 好 第三項來 第三項 是以將違反人道之行為 加諸於人者 不論採何種方式 次數 頻率 不計時間之長短或持續 對他人是以 施加身體或精神上的 積極作為之虐待 或 反面來 或消極那個極 抱歉打錯了 應該是 消極的極 不是消極啦 或消極不作為之虐待 極屬強暴 脅迫以外 這裡叫個斗 痘點 極屬強暴脅迫以外 是作為或不作為 達到 造成被害人 身體上 或精神上 苦痛之程度 極屬臨涅行為 原增定第七項 這個四萬人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半個真正啦 沒有不過 不管 一次就算了 主席好像有一個更新的版本 是不是 跟檢察官確認一下 什麼 這個就是新的版本 又更新的版本 他們有調過文件 好像 還沒有印出來 來趕快 趕快 然後趕快去印 主席在印的當中 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好來 就是我們剛剛講286 就是 額虐的部分 那現在我們在講那個 零虐的定義 我想要問一下司法院 這樣子的定義 未來在286的一個 適用上面 可以 可以讓你們 有足夠去判嗎 因為好像以前 就是用這個去判 然後很像 我只是想要跟司法院確認一下 就是 主席及各位委員 就是說現在是希望 那個 其他違反人道的這個 犯罪態樣可以明確 所以我們請法務部在 立法流裡面講得更清楚 所以他們現在試圖把它寫清楚 就是說包含積極的行為 消極的行為 包含言辭的 通通包含在內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調文字 那個新的第十條的立法理由 你們有新的版本嗎 可以了 趕快印啊 趕快印啊 那個說明沒關係 我們去處理 那個主席 來請 請問 正列跟不正列這一項 有影響嗎 你是說在立法理由嗎 不是 在這個內文裡面 就是說你第十條嗎 後面的條文有林列 所以前面沒有定義的話 後面又要做解釋 因為286不是有林列嗎 我們有三個條文可以 我們在行完的126條 行完的122條 第一項第五款還有286 今天要修正的286裡面 都有寫林列兩個字嘛 那對於定義呢 不清楚 不然保守適用 所以我們就把定義條文放在第十條 那以前有沒有用林列來判斥 有 有正義用過 那以前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就參考以前的定義啊 但以前沒有在法 沒有在明文裡面 那就會造成說 適用上呢 有說各說各話啦 或是說呢 有的認定上不同 所以這次把它定清楚 這樣怎麼樣 有沒有問題 可能會沒完沒了 好 好 來 大家看新的喔 立法理由 看新的立法理由 大家看一下 趕快再發給 國民黨黨團 跟兩個黨團 好 趕快發 新的版本喔 那個給國民黨黨團 所以這個是不是 所有違反人道之方法 都能稱為是領略 要用違反人道的方法 造成他 身體上 精神上 才可以 齁 你像這樣 有一次 有時候想罵你 罵我一次 罵我一次的話 是不是違反人道 就要個別認定嘛 好 假如用一個說 我是違反人道的人 我是ISIS 這個不見得會造成精神上 或身體上啊 所以要 那個違反人道是其中一個 的方式之一 所以我們在說明欄裡面齁 這個 那個應該從第二 立法理由的第二點 有看過沒有 看過沒有 曾經必須消 從第三 第三 第三 來 好 那跟 主席跟各位的報告 也是第三點 事以 常行為人對被害人 事以強暴脅迫 齁 可不可以 抱歉 事萬一有意見 我們再等他一下 好 你們要趕快 那霸凌算不算 蛤 霸凌基本上應該可以算 這類型之一啦 但是霸凌 因為霸凌本身也沒有定義嘛 所以霸凌的話呢 如果達到有侵害人道的立場 那就有可能 那有可能 那有可能 那也是很抽象 這樣個案來看啦 對啊 所以這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個案 是法官他某種程度上的一個 一個新政嘛 沒有錯 所以我們基本上 把這裡加點定義上 在認定上才不會造成呢 寬言不一啊 當然可能百分之百啦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嘛 那我們試圖的是說 按照參考過去的判決 來把它做以比較明確的這個定義 怎麼樣 蛤 這個司法院你們討論的結果怎麼樣 所以如果不做這個定義就沒辦法進行判決量刑了嗎 不是不 因為個案上會認定上差距太大了 也就是說造成社會上在這裡至少要把它框住 我覺得框框框住 來 蘇廷長 主席以及各位委員 就是 剛剛次長講到說個案的認定差距太大 我覺得可能也 也 並不是很正確啦 因為其實因為我們過去在用286來判刑的案子並不太多 所以 就是說 個案是不是差距很大 這樣子 就是他的分母其實是非常少的 那實務上我們比較常用的是96年的一個判決的定義 但是在101年事實上他已經把這個定義已經做了修正 然後同時也認為他是兩個是獨立的一個犯罪的太陽 但是我們實務上的案例是比較少 那我們今天修法是希望說 讓法官將就是在立法理由裡面說明 說明到很清楚 法官在用的時候他看到理由他就可以就是去做判斷 知道說立法者到底要是怎麼樣去規範這個定義 那剛剛那個法務部的第三個版本 就是剛剛大家所拿到的版本 他相對是比較清楚 他講到強暴脅迫或是以強暴脅迫以外 其他違反人道的積極作為或是消極不作為 包含不作為都在裡面 而且也就是說次數頻率通通不計 對他人來施以身體或精神上的凌路的虐待行為都包含在內 那這樣的規定是比較清楚的 但是我建議說是不是在最後的原增定第七項的前面 再加一句話 就是說 前述所指的其他違反人道的方法 屬獨立的行為太一樣 這樣這樣可能就是更完整了 就是他是一個獨立的行為 法務部這樣子可以嗎 那可以這個修正的 這個 這個趕快去重新把它打出來 再重複一次好嗎 再重複一次就是在最後 在於在立法立法理由的最後一行 大家看背後 就是原增定第七項最後一行的前面 增定剛才蘇廷長講的那一句 你再唸一遍來 前述其他違反人道的方法 屬獨立的處罰太一樣 或是屬獨立的行為太一樣 屬獨立的行為太一樣 屬獨立的行為太一樣 就是一些口頭的林內 所以就有一些太一樣 在這邊用立法理由把它立出來 這樣子 這樣強迫我會寫這個 總組之分 人道這個 可以齁 那這樣子 法務部沒有問題齁 獨立的行為太一樣 應該改成獨立的處罰太一樣 處罰 就是那個尊長 行為太一樣比較好 事實上都看得懂 不過因為我是看到那個286之前 一百零年的立法理由 是寫處罰太一樣 看大家是不是要一致 我覺得行為太一樣比較好 好啦那就行為太一樣好了 好那 你看他們都尊重委員的意見 行為就行為 處罰就取消掉 來 我這裡有一個疑問我想要請教 因為現在等於是說因為以前 趕快把這個 對不起趕快把這個修正文字趕快印出來 因為我們要當附件喔 就以前因為他通常以前的太一樣是說 他譬如說是會影響到他的身心發育 所以用的非常少 那現在我們也是增加了一個 只要是你利用強暴脅迫 或是其他違反他這個人道的方法 對他施以領虐的話 就構成 那在這裡呢我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都還有體罰 尤其父母對子女 那這些呢將來都會包掛進來 像呢我們曾經遇到的 就是說在自幼班父母天天跟他講說 你就會考一百分不可 然後呢每天父母就一直說 你這個沒有考一百分就一直罵他一直罵他 然後讓孩子在考試的時候 是一直發抖沒有辦法作業的 那像這種情況是不是構成 因為我想依照我們現在的定義應該會構成 那這個父母就可以 學校只要通報他可能就構成 那至少要我們如果把它提高 行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就至少要關一年 那這個是不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 這個在286我們再來討論啦 行動嘛 現在 就是說當我們社會對於這種 就是說體罰 或是父母管教子女 可能很多都會用管教不當帶過去 那這個之間的界線 到底怎麼樣去界定 我是覺得這不會要很小心 對啦這個法官自有他的裁量 小朋友告訴我 這個怎麼樣 就是照剛才樹廳長的意見 改處理、改行為 這樣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把 就是在原增定第七項 的前面增加剛才 司法院的一個 那個修正文字 那現在喔 我們所有的 刑法的修正案 針對內統的部分 我們大概都協商有 有結論喔 我現在就跟各位宣讀一下喔 這個 協商結論喔 一 第十條條文 予以修正 修正的部分 就是法務部 增定的部分 那 翔附建 附建 會將立法議制 把剛才大家的建議 在立法 立法理由裡面把它 陳述出來喔 這附建會 增列在下面喔 第二 第四十條 第八十三條 均不予修正 維持 現行條文 第三 增定第兩百七十二條之一 增定第兩百八十條之一 增定第兩百八十六條之一 均不予增定喔 第四 第兩百七十六條 第兩百八十四條 均造行政院司法院提案通過 第五 立法說明修正部分 詳附建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立法說明的部分啦喔 第六 保留部分 第七十七條 第七十八條 增定第兩百七十一條之一 第兩百七十八條 兩百七十八條就是剛才省委員的條文啦喔 第兩百八十六 其餘均造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好 第八 本案院會處理時 非保留部分 宣讀後均予以通過 保留條文 均佔保留 保留條文進行處理前 由各黨團推派代表藝人發言 依親民黨黨團 時代力量黨團 國民黨黨團 民進黨黨團 之順序 每人發言時間三分鐘 發言完畢即進行各保留條文 黨團版 之處理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當然如果黨 黨團版之外 有個人委員 像沈志偉委員 你們就把它納為黨團版嘛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好不好 一檔一個版本嘛 好來 如果可以的話 那就請大家 簽名 還有施慶華呢 施慶華來 施慶華是在第二樓 來我跟各位來說明 這個通過資料就有施慶華的問題 這個通過資料就有施慶華的問題 齁 在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並按審查行政院司法院的 涵情審議中華民國 刑法施行法 增定第八條之二 及第十條之四條文草案 還有委員王定宇等二十人 擬據 中華民國 刑法施行法 增定第八條之二 條文草案 那麼 這個施行法的修正 細為配合 先前刑法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中 修正第八十條 關於 排除 追溯權 時效之修法 那麼 北岸經司法及法治委員會 並按審查完成 除增定第十條之四 保留 送願會處理外 增定第八條之二 則 審查會 余有通過條文 民進黨黨團 108點4月2日 以12日 召集協商 這個可以參與 審查報告條文的對照表 對審查會余有結果之增定 第八條之二條文 這個 這個應該沒有修正意見 這個大家應該沒有修正意見 因為這是配合修正的 所以我們 就照審查會審查的 結果通過 這是理由 所以我們 施行法 這個 剛剛 他簽錯了 所以再簽一次 拿過去 趕快給 謝謝 國民黨黨團 真的 所以 我們的協商結論 施行法的部分 一、增定第八條之二 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第二 增定第十條之四 不予增定 因為這個是配合 我們剛才這個法的修訂 所以這個應該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是四行房 這是四行房 那個 林委員可以帶 可以帶 因為這個 王委員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都是剛才 大家保留的部分 包括審知會委員的條文 我們也有保留了 那 好像保留六七條吧 市新法的,要給大家簽了 那我們明天我們就從,因為第十二案就是這一案,明天我們就先處理這個刑法,明天這個變成第一案,這個就變成明天的第一案 明天是禮拜五嗎?你們有那個嗎?應該是有排錄了嗎? 要不要調整,這個先前面,不惜學生放在後面 也可以,因為這個可能要表決,好嗎? 好,明天才要變更議程 明天先變更吧 好,這案第一案,然後不去學生放在後面 對啦,這樣大家動員也比較 那我們今天的學商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跟商法我們就下一次再召集協商啦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快一點,大家都還沒有用餐 那我們現在就宣佈上會 我好,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